但我要問一下 一開始準備創業的時候 家人支持吧 當然不支持 其實這個產品 我們市面上可以看到它很多 你可以從市集上也有 百貨也有 DIY也有 其實它很競爭又亂 然後價格上落差也很大 所以當然就覺得 它競爭這麼大 做這個一定很難 所以家人都沒有人會認同 剛開始 當然就還小小的時候 是自己來 都還可以這樣 那但是後面 當然就說你需要資金 越來越多的時候 當然是沒錢 我做到大概第五年左右 錢就都花完了 然後房子也賣掉 對 就靠賣掉房子的錢 撐撐撐這樣子 所以後來你是什麼原因想到就是 又搬到另外一個大一點的廠 壯圍廠 對 第三個廠 對 其實像手工罩 做到需要到工廠登記的大小 很多人都認為不需要 可是以我的觀念 我會認為說 你有那樣子的生產量 你就必須要迎合那樣子的規定 跟它的法規上有這樣的規定 你就要去主動做申請才行 而且妳那時候是從外地來 對不對 對 要做這件事情 有很多人就給妳一些白眼 或者一些閒音閒語吧 多多少少 不要聽就好 後來應該是有個契機 讓妳就是開始這個手工罩被看到 是在 妳上次就是說是在一個觀光景點 對 一個圓山一個地方叫望龍壁 就在那邊設了一個小攤位 是 就等於是很像市集的地方 我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跑這樣子的 就是自己出去擺攤子賣的時候 覺得還可以 還不錯 後來就是開始有一些百貨公司 找我進去做專櫃 所以我們是2011年來 然後後來到2012 2013 這三年都是在 努力用汗在打拚對不對 努力用汗在跑專櫃 對 可是後來為什麼後來 百貨公司的專櫃後來妳退掉 那時候多的時候來到十幾個 我覺得在人員管理上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常常會有需要這個櫃 我會需要那個資源 那個要支援的 我整天都會需要往外跑 當然就是精神也都不是很好 就健康有問題這樣子 其實百貨公司來尾期的時候 我們準備要退的時候 我就有開始規劃做網路通路 那我們是新公司嘛 可能對一些金融單位來講 他會覺得說 不行 還不夠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去貸款可能也會有困難 那就只能賣自己的房子 這是為了要發薪水是不是 對 我大概就是每個月薪水發完 就是我只會剩下百鈔 而且是五百以下 這種哭過擦完眼淚 然後就繼續 沒有時間哭 真的嗎 沒有時間哭 我覺得創業的過程是 不要有時間擦眼淚 拿擦眼淚的時間來做事 所以妳看接二連三將 那時候是不是有想過要收掉 有啊 有動過一次這樣的念頭 自己要咬牙之撐 撐過這段時間 然後跟自己的隊友 全團隊們這樣子一起配著 其實他們很挺妳耶 非常 我聽說他們就是有幾個月都是 就是不知心的 對 就是我們就情意相挺 因為我們是從滿小的公司 那時候其實那時候 越營業額不誇張 就是五位數而已 那時候撐就是大家互相提亮 因為我們也知道 公司要支援 要支撐下去是真的有一點困難 然後所以撐過那一段時間之後 就是因為後來就電商起來了 那我們撐過那一段時間之後 就看得到業績的成長 拿擦眼淚的時間來解決問題 不愧是摩羯座的匠人精神 遇到問題解決問題 Rolly相信只要努力 堅持不退縮 成功究竟會到來 電商轉型其實 雖然沒有辦法立根建議 但是它其實是慢慢有一個新的方向 滿偶然的先接到一些禮品的訂單 第一張的訂單就超過2000盒的禮盒 這樣子 然後就陸陸續續後面就開始接著來 就起始回生了 就起始回生了 就按照我們的計劃 就完完全全按照計劃看到成果 真的 那後來就是已經開始又慢慢好轉了 那怎麼會開始想要做GMP的認真這件事 GMP認證是因為法規 這幾年台灣新的法規就是有GMP認證 針對我們這個化妝品行業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搬到現在第四個新的廠 對 因為其實GMP它對硬體跟軟體 有相對的要求 是 那硬體的話它會要你的 譬如說製造的環境 現場 然後這些都要合規 然後軟體可能就我們要去考很多的證照 是 人員培訓嗎 人員培訓 那在人員培訓這邊有碰到什麼樣的難關 或者是 目前都考完了 都考完 對 很厲害 現在就是接著開始走入 審核階段 對 所以現在未來我們碰到的一個挑戰的關卡 就是審核GMP的這個階段 對 那你覺得我們的手工罩 特色跟人家不一樣在哪 像我們低溫冷製的罩 可能我們在製造上 我這邊是採用不加熱 就完全沒有明火的方式 然後去控制它全程低溫 是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每一種產品都會需要一個非常詳實的測定紀錄 一直QCQC 對 沒錯 是 對 就是至少能夠通過數十次以上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如果把手工罩定義在它是奢侈品 然後或者是說它是比較高單價的 就像說 有些人覺得手工罩很貴或什麼的 我覺得那樣的東西如果再怎麼好 就失去它的意義 因為大家覺得它是高單價的產品 它不可能隨時隨地買來用 但我覺得這樣好的東西要走入生活 走入每個人生活 那它第一價格要平易近人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自己每天要洗一個四五百塊 我也要考慮一下 堅持做出天然無害 而且價格清明的手工罩 Rolly認為罩竟然好 就一定要讓所有人都能買 而且買起來沒負擔 如今他們做到了 但這支持他堅定苦撐下去的動力 除了員工力挺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生命 那就是貓 Rolly給大家的感覺就是 你是一個很理智的人 但可是其實你很愛貓咪 對 你好像養流浪貓 就是有養到高峰的四十幾隻 對不對 是 第一次我覺得我喜歡動物 是 對 就偶然間開始喜歡動物 然後有一天我突然間看到 有一隻狗在跟人家等吃的東西 要吃的東西 然後路過著沒有一個願意給牠 然後當時我在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等小吃也等很久 後來我就只好把我的也給牠 只是一口飯而已 有這麼困難嗎 可是妳知道嗎 因為妳們從撞圍場 要來到現在這個新日常 對 拖了好幾年 就是因為妳捨不得那些流浪貓 怕沒有人餵牠們 一直遲遲沒有搬禮 對 因為在撞圍場的時候 我有做一些 就我們那個撞圍社區 那牠當初那個地方有一些街貓 就這樣餵著餵著餵到 後來就陸續幫牠們做了 結紮跟放養這樣子 但是後面因為面臨工廠要搬家 我如果搬走之後 牠們怎麼辦 所以我很掙扎 大概有好幾年的時間 我都不想離開 是怕人家沒有餵牠嗎 對 沒有東西吃牠們 她就覺得好不可思議 怎麼可以有人為了 就是流浪貓付出那麼多 就是你要花很多的精力跟金錢 對 但是牠真的就是很有愛心 牠就是看不得那些貓咪受苦